及後聖合集團團 將會贊助國際公分 將會贊助國際公分 將會贊助國際公 örneken 而是一座民主政團團 本人們就是了其他民主 將會贊助國際公民 各位從今起刊 以及在場的先進 大家晚安 晚安 謝謝 我必須要用中文報告 因為講到法律方面 我比較習慣用中文論述 尤其當法官三十幾年 法官的責任是聽人家講話 所以自己講話真的比較平淡一緒 神教委可能有些地方 也都要靠原講堂來做提示 請各位鄉親幾大多多包海 我可能沒有像洪老師 還有很多地方都講到台語 因為等下的論述 我可能不得已都必須要用中文報告 據過連湖城的忠義姐妹 也請你們多多包海 因為稿子沒有差很多 大概兩個大同小 從1999年 臺灣上台全國施改會議到現在 大家談論施改的話題 其實一直沒有權職 可是司法改革一樣還是尖頭亂射 看到司法冤錯案 以及剛才我們也很感謝主持人 他一開始就點到 其實程序正義在各國的法院 以及司法領域 他是普世價值 看到司法院作案 以及程序不正義的這些個案的報導 加上各類的民調顯示 調查結果對司法的信任度都是偏低的 難怪民眾 包括我自己 有時候也會覺得很沮喪 覺得說真的是要檢討 可是要從哪裡奪走 其實也是百思 也不見得可以想到解靠的方式 指責今天報告也只是我個人一些粗淺的看法 講到民調方面 臺灣民意基金會 他在2017年所發表的一個民調 對大法官的信任度只有25% 對司法的難力度28.7% 都低於三感 臺灣的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 已經在今年針對治安議題做民調 結果檢查的治安民調滿意度高到77.5% 這個即使跟事實相符了 我們的檢查先生這方面表現 在臺灣我個人也覺得這個是明虎其實 可是相信 法官會公正審判的卻只有21.9% 那對於司法改革的滿意度不滿的達到80.9% 所以滿意的不到兩者 司法院在這個月的8號 他也公布了司法以前現況調查報告 這個算是最新出爐的民調 另外他的調查結果對司法的成效能力度27% 還是低於三感 所以難怪這幾天所聽到的 相信跟他們的聊天當中 似乎對當下的看法也是認為 臺灣的司法改革是沒有起色的 所以可以從這些民調看 不然對司法改革大家還是沒有信心 那我今天跟各位報告的也只是 其實我們也沒有好的辦法 只是個人出現的辦法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今天只要跟司法改革 是跟各位報告三個方面 法官的承擔 還有大法官的承擔 還有如何來實現個案正義 個案正義的實現 就是讓每一個進到法院的大小案子 他都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審判 所以就是每個案子都拿到公平正義 叫做個案正義 我認為說只有讓每個進到法院的案子 都獲得公正 而給遞備社會正義的審判 讓臺灣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心 重新認得人民的信任 所以這是我個人所認為的 司法改革的重點 那司法 講到法官的承擔 我等校見先介紹什麼是個案正義 在談說法官的工作其實最重要 就是實現個案正義 每一個法官都把他手上 收到的每一個大小案子 都好好的辦 允緊的把他辦理 這是法官的工作 這也是個案正義 要兌現最直接的 最根本的方法 那司法裡面其實多半都來自個案局各地 有些法官 包括我自己 過去不知道 我自己判或是判過 那我也常常在反檢 做這點有沒有 所以就是法官沒有把手上的每一個個案 去用很點緊的態度 或是說如心之過把它辦好 所以每一個案子 是不是好好的 辦公平正義 這是非常重要 司法的基本任務 當然到法院來的 包括民事案子 閒事案子 還有閒事訴訟 不管什麼樣的案子 都要讓他獲得公正的審判 這就是所謂的個案正義 對限每個案子的公平正義 可是當今司法個案的裁判名字 老是受到指引跟批評 法院好像不知道人民調的是什麼 人民不安靜的又是什麼 那即使人民最關注的還是說 我到法院來 有沒有給社會一個交代 那還有呢 對每一個案子 法官有沒有盡速審判 除了要公正的審判之外 實然的正義不是正義 這西方的列語講到 因為大致裁判名字 一公平正義 第二不要過度的遲延 所以司法改革的大方向 自然要朝著說 從對限個案正義這方面去努力 他盤到個案正義 我們也想到說 個案正義也應該是要 法律之險 人人也等 所以個案正義所保護的對象 照到也應該是 不管是一般國民 政府官員 上次總統 他們的人權 以及他們所牽涉到的司法個案 都應該一律的受到法律的保護 確保捍衛任何一個國民的司法人員 以及他們所涉及的個案的公平 司法人員來說 任何一個國民的司法人員 以及他們所涉及的司法個案的公平正義 我認為這個才是司法改革的真能 那臺灣司法最受外界實力依庭的 可以從審判獨立 審判不獨立 還有自由新政的問題 那這兩個部分其實 他都牽涉到審判的執行者 審判的擔當者 就是法官 操作者就是法 職務操作者就是法官 那司法真正要民主化 首先當然要司法獨立 要獨立審判 那司法獨立不僅最重要當然第一線 要靠法官的治癒跟法官來堅持 那更加重要的 也需要社會的維護 那我舉一個臺灣總督府時代審判獨立的例子 在臺灣總督府時代 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高原孟齊院長 他是司法史上 為了司法獨立奮鬥 應該算是第一位 在臺灣總督府在1897年的時候 高原孟齊院長 他曾辦到涉及總督府高官的刑事判斷案件 因為距離行政部門犯法官而被免辭 當時的臺北地方法院院長川遠橫山南 他也為了支持高原孟齊院長正體司法獨立 被調為法官隨即他馬上辭職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 其實司法獨立在行政部門有刑無刑的壓力下 是相當的脆弱 需要司法人自己捍衛自律自協 也需要我們大家一起來維護司法獨立 接下來我講法官的自由心證 自由心證最受外界批評的是 法官的自由心證自由這兩個字 自由到無限上綱 毫無限制 所以造成泥滅 造成案子辦不好 有時候同一個案子 其實它事實跟正義沒有改變 可是為什麼在第一神判有罪 到第二神卻改判無罪 或者第一神是判無罪 第二神改判無罪 第一神判有罪 第二神改判無罪 難怪有些人有這樣的感受 說進法院好像下水度一樣 完全靠運氣 要向上去祈禱 或是燒香拜拜行禮 其實事實上 法律有明戀 法官的自由心證 是要受限制的 方案要靠證據 要講究證據 證據到哪裡 案子才能辦到哪裡 我們的法律其實它 有明戀法官要取審證據 必須遵守自由心證法則 絕不是法官合理 所謂的自由心證 絕不是說法官合理 隨心所欲 為所欲我 或是高證怎樣就怎樣 我看這個人心情好 順便就判他無罪 我看他心情不太好 或是法官今天心情不好 就判罪到有罪 當然應該多度法官都不至於如此 可是還是要隨時檢視 那什麼叫自由心證呢 以刑事案件來講 貴運在有國的刑事訴訟法 155條 它講到說 正據正名義的自由判斷 不可以不得違背經驗跟論理法則 所謂的經驗法則 他講的是超越法官個人主觀的理性 而且是邏輯的判斷 這個才是經驗跟論理法則 所以法律付給法官的是 法官你必須要本於客觀理性 而且要符合邏輯的思考 去評價正義 這些合法的正義 哪一個可信 哪一個正義不可信 然後你才可以去別件事實的真假 不是說毫無限制 也就是說在每個議題個案當中 法官必須在經驗法則跟論理法則 約束的框架之下 把去審酌所有合法的正義 去做啟捨 然後再去自由判斷 去認定事實的真文 這個就是法律所規定的自由心證 所以自由心證並不是法官個人主觀的偏見 也不是說法官可以把自由心證 當成是他為所預言的上方討見 反而是必須受到約束的警察動 所以法官固然不好當不好做 可是也正因為這樣 法官在運用自由心證原則的時候 真的必須嚴急個別的警政 不要留以外界所批評的不限當當 避免讓人民或是社會上 讓人家覺得說法官的自由心證 似乎變成自由亂證 畢竟法官對每一個案子的決定 他的判斷無論大小案影響的都是當事人的一生 有時候可能還捉起後代或者說 捉起當事人的親朋好友 我想真的是特別 身為法官 我也是個人要提選自己的地方 他剛才跟各位報告的審判 獨立自由心證 以及法官的自我憋住 接著下來我要談的是 法官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把手上案子辦好 必須替提升手上 你所分到的每個案子的判案比 提升自己的判案比 17世紀的國際法師部格蘭博士 他有講說 法學是人類研究遵守正義而生活的學科 所以施法 他是為人類主持正義的機構 當然也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格蘭博士這句話也是在取取 司法必須要實現正義 讓人類對司法改的才會有改 再來臺灣的社會 對個案正義也有相當的期待跟期許 怎麼樣去落實實現個案正義 怎麼樣去改善法官的方案體質 贏得人民的信賴 我想不厭其反的各位鄉親 報告律師首先 法官要自立自行 要很嚴格地去遵守自由心正法則 法官做出來的判決 一定要符合社會情理以及同理心 並且固有生命力 這樣的判決才有辦法去 贏得社會的認同跟信任 但是法官不是神 我常見過假案在所難免 包括應該世界各國都有可能都會發生 誤判的案件或者是邊往邊做的案 不容否認他是司法不能不可避免的過犯跟罪惡 誤判跟煙律的案件 也已不出於法官自立忘記 還有可能是社會所指引的法官的經驗不足 或者說專業的性 畢業信仰還沒有養成它 必備專業 不夠專業 還有法官辦案 有時候真的不排除 會被人證跟誤證誤導 有人說法官或是在聖門郊講廣話 人證誤證誤導 或是男女 有時候也有可能法官無心之過 案子勞寫 因為法官避見也是聖人 無心之過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不容許的 一定要去避免它 那真的犯錯了 我們等一下談苦救措施 所以煙律假案真的是令人奉心疾首 這些煙律假案 它危害人員其實是非常的重大 尤其相關的當事人 他們那個刻骨明心的感受 可能不是我當然人很可以理解 可是刻骨明心的感受 應該不是我們可以深刻可以理解到的 所以煙律假案 這些不證定的個案 本來就必須要去防止它 盡量不要發生 把它的發生危害度降低到你 那這種要靠每一個司法人都要自我反省 那最重要國家必須要給受害人一個公告 不能說錯了 不去面對它或是不去證券它 尤其像社會上 有提到的這些相關不正義的錯案 我覺得國家要面對它 盡快的夺手去調查 查明究竟有沒有編錯 之後還要及時的救濟 回復受害者的人險 個人認為施展基因體錄 應該優先編滿這些編錯假案 以及這些違法的裁判 關於編錯假案的舊地方是有三個屠介 在神非常上述跟赫色 在神非常上述 他是屬於司法體制管轄的 那赫色就是總統的赫色選 我先講一下代仙代仲 會用在我們 的弦式訴訟法420條 就有罪的判決 之後發現了新事實性證據 可以申請代仲 弦式訴訟法441條 會見得非常上述 在罪有罪訓後 發現這個判決有違背法用的情況 由最高法院檢查點檢查的 還提緊接場上述 不過再審跟非常上述 在我們的法律本身 他規定的門檻就很多 即便您通過法律所規定的 重新再審的條件 可是穿案的比例偏低 比較反不濟 而且曠日費時 那邊做假案救計方式 還有一個附件就是特色 特色規定在臺灣憲法第40條 它是富裕總統司法權 特色權的規定 憲法上的明天主要是為了 維護人權的價值 讓總統的特色權來跟司法對話 提醒司法要注意改革 避免將來 讓你對防止司法將來再犯 除了即時的除去司法所造成的惡害 當然也有未來防止的作用 這是特色權跟司法的對話 而且事實上 在審非常上路 剛剛我講到 其實他的先天制度 本來門檻就很多 加上寬淡成功的比例很低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很多已經確認的邊做假案 他在司法體系的在閃非党上度 無法救濟的時候 最好透過特色來憑法 臺灣跟歐美總統的特色權 其實都是針對陸犯編譽 以及嚴格的刑法所做的救濟 現在的民主國家 特色的意義 已經是恩威便利 好像是帝王特色 就是一個給於恩惠 恩惠的色彩門後 現在已經進入到 特色的意義 他是在 裝證指證審判的錯誤 橫評刑法的迎合 還有救濟施法 不見之窮 有些案子 即便你要補救他 只有靠在神非常上路 已經上窮必落下皇帝 也沒有辦法獲得救濟 這種情況之下 只有靠特色來救濟施法 能見之窮 這是特色的旺時代的利益 而且民主國家都沒有不好 關於特色的 特色田的意義 美國二派二洲的首都大學 法律教授丹利爾科比爾 他有講到說 特色他是司法不公正的安全法 他有講到說 法律不可能完善 司法人當然難免被犯獲 就必須要有一套制度 來救濟司法不公正 這個是總統的特色權 紐約中奠斯大學的 達爾夫子 蔡英教授 他也指出來 即使特色田的目的之一 是讓政府的行政立法 司法三權能夠互相智能 特色田他的目的 是在智能糾正 司法的這些錯誤 這些冤錯假案 總之特色他是比較迅速 而且能夠即使來糾正 方正司法建議和違法裁判的組件 國際台灣的蘇扁君案子做例子 蘇扁君他是一家家具行的老闆 被指控在1986年在新竹 是涉取搶案 這個搶案的主權是他遺址的員工 他被逮捕以後公稱蘇扁君是夢幻 那當然蘇扁君被逮捕以後 雖然被選手 他還是間諜所認犯案 他認為間諜以當次是無辜的 可是一樣被起訴 被起訴之後 一整判他無罪 二整判我起途损十五名 最後退包保隕國委上次定驗 定驗以後蘇扁君大 因為他是冤王 他就逃亡 那在這個當中有立維 也有監獄幫他身邊 幫他承證 還有他的義務 也為了他在法院門口上吊政官 蘇扁君為了他自己的冤案 他提了在神四次 非常上訴四次 可是都被法院抹毀 所以從這裡來看 在神非常上訴 他的犯案體力真的是偏批 蘇扁君之後 在1997 年被代表歸案浮嫌當中 2000年陳水扁總統特色了蘇扁君 而且免停他的罪更嫌 接下來我再舉陳水扁總統他2000年的特色做例子 在他2000年就職的 他選在國際人前日12月10號 他選了三件不同類檢查案子 總共21人做了特色 第一件就是剛才我所講的蘇扁君案子 另外19位是聚捷無便利的宗教良心犯 另外還有一位是為了勞工便宜 臺灣的聯補刺激場 當時如御檢官長 鄧茂修先生就率領這些勞工 捕捕火車軌道 當然涉及更多危險 陳水扁總統特色的這三個類型的犯罪 這算是臺灣社民史上的創舉 也締造了臺灣社民史的紀錄 他做了武救司法救濟之手 而且這樣的特色堅定了人員跟正義 也讓人體認到說文物人田 是一種珍貴的普世價值 最重要的是把等同特色田 潮人田的意涵推向一大步 所以另外馬丁路德的金恩牧師 他講到說有不公義的地方 就是對正義全面的威脅 我在臺灣幾次座談會裡頭 也都講到這個問題 即時回復這些不正義個案被害者的能源 應該是司法轉型正義唯一的考量 南非的憲法法院大法官米查葛思東 在2016年訪問臺灣的時候 他也講到 時間不是轉型正義的朋友是敵人 所以要恢復這些不正義個案的 這個臭害者的能源 應該是要盡數及時 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 總統的特色田 其實不只是權利 也是義務 不只是耗耳 應該也是經理 至於有所謂的說恶社會增加社會對立 或民意考量這些故意 個人認為這個跟恶社田的職責 都沒有關係 都無關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大法官的承擔 剛才開場的時候 我講到說大法官的信任度 只有25% 法官的信任度也只有21點多 是大法官或者法官的信任度都偏低 關於大法官的承擔 我分兩個層面來說明報告 第一個是回復大法官的交貨任期制 目前臺灣大法官的任期期間都錯亂 第二是大法官665號解釋的反思 首先我講大法官的交貨任期制 臺灣在1997年修改憲法 在憲法徵修條5第5條明定 司法院的大法官任期8年不得允任 大法官的交貨任期制在2003年上任 總共有大法官15位 分成8人團體跟7人兩個團體 交貨任期制 其實他的目的是讓每一位 統統任期都可以提名辦事的大法官 然後讓立法機關在4年任期 有一次選舉同意的機會 最主要是讓這8人團體跟7人團體 這兩個團體的法官 他們的任期有4年交禮 可以驚厭談成 可是馬英九在2008年以及2010年 他所提名的地土大法官 都沒有遵照地土制 本來他提名的這些地土大法官 只能做到嚴任德剩下的任期 馬英九卻給了他們空中八點的任期 導致臺灣大法官目前的交錯任期制 完全錯亂 為了這件事 7年前我就不斷向美女投出 也向馬英九的同統女信將 曾遣11次 可是都沒有用 司法院在2015年還為了當時在任的政府院長 因為他們的地土任期都已經做操作 為了他們的 為了演 不知道什麼動力 反正當時的司法院政府院長 都是馬英九居民的 他們的地土任期都已經操作 所以我五年前來同交會有跟商軍報告過這件事 所以司法院在2015年 乾脆決定把這個地土制三 那馬英九在2015年 2月4日公佈三體生效 那個人認為 雖然陳情投書都沒有用 可是認為身為法律人 有責任要把事理強尊主 所以我在2016年 修了《大法官交錯任期制之憲政擴充》這本書 目的是希望可以回復大法官的交錯任期制 今年就一天民進黨的中嘉明立委 邀請我參加司法院警司法的修法空間會 中嘉明立委 希望改在2023年 讓大法官交錯任期 文照正點 剛才地鼓制的地方 我書肉跟各位相親多明報告 地鼓制就是地鼓者只能做完別人的任職 例如立委當了一年就改選 地鼓者的任職就只剩三年 不自從心只剩 這是地鼓制的意義 剛才建立的作業 補充一下 接著我要談大法官6月5日解釋的反思 在2008年12月26日 臺灣有毛衣交報告告堂 各身組第一波偵查終點點加四大案 這四大案包含農航 國務基礙會 南港 南南委屈期前 這四大案起訴 法院抽籤出給周淡君審判長審理 由於蔡口信已經審理 馬友成等人被起訴的案件 和檢案具有關連線 在周淡君吳寶釋放陳全點之後 法院決定檢案審理 將檢加四大案全部犯法官 這就是犯法官的由來 陳全點總統 他針對犯法官提出視線 大法官6月5日解釋 他在他的視線內容 肯認我國憲法有明文 法院必須要遵守法定法官原則 那什麼叫法定法官原則 就是譬如說我在法院抽籤 我今天抽到A案 任何人都不可以拿走我分到的A案 我也不容許替拿別人所分到的A案來辦 大法官一方面肯認我國法院必須遵守法定法官原則 可是他的結論是怎樣 臺北地院依照他們的分案要員 第十 第四十三年規篇犯法官 跟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的議題 沒有了解決 從那個解釋的節目 我們可以看去大法官 他完全沒有去看臺北地方法院的分案要員 因為這個釋憲案的證明人主要是在點加十大案 已經被法院核定為重大矚目案件 重大矚目案件到臺北地院分案要員 第五點第三十八點規定得非常清楚 不可以後案變前案 絕對不可以犯法官 人家問的是點案有沒有違反 臺北地院就在這條點第五點第三十八點規定 道法官的回答卻是說 符合第十點第四三點一番案件 可以後案變前案 指揮道法官是答非所問 陳偉延的四大案起訴的時候 就被核定重大矚目案件 之後被違法犯法官 不只違背我國憲法明定的 這也是世界各國憲法公司上的規定 法定法萬人者 也違背任當法律承諭 因為他交給沒有懲判的法院來審問主罰 我國憲法第八條規定 推經法院審問主罰 不可以定人民的罪 他也違反了臺北地院分案要點 第五點第三十八點的規定 重大矚目案子不能後案變前案 不可以犯法官 所以我講 編加四大案的判決 都是致死當然無效 監察院在今年2月13日 通過監察委員陳施孟等三人的報告 針對陳偉延一次大案 報告講到說 中途犯法官有損被告的訴訟權 三位監委還召開記者會 向社會大眾說明調查的結果 並且呼籲司法院要針對司法行政縱容犯法官 違反法定法官原則要挺好改進 所以監察院報告也認證了 編加四大案判法官 是違反程序正義的違法裁判 應該致死無效 既然是致死無效的違法裁判 加上監察院經過調查認證 所以這個時候最好透過特色 才能馬上裝證救濟受害者的司法行政 關於社典 有人認為是政治問題 也有人認為是司法問題 也有人說色典要看民意 他個人別的說 特色典的意義 應該從他的本質來做觀察 編加既然有犯法官成績上的重大為之 而且就是國家所做出來的 侵犯人民的不法司法行為 這個不能用不適當 不適合用民意或社會觀感來做討論 因為特色憲法明定的 他是總統的司法權益 我們的法律向來就不容易 叫我們法官 不能因為今天被告社會觀感不佳 我就重判他或是判他有罪 那被告社會觀感良好 我這個案子我就判他無罪 所以總統的司法特色權 既然是司法權 特色與否 自然不能委屬民意或社會觀感 來決定究竟要不要特色 只要經過判斷 經過法務部嚴厲 自符合成績不正義的裁判 或者是冤獄 或者是冤獲假案 就應該予以救濟 就應該即時地來光正司法 所造成的惡害 這樣才能維護司法人員 最後我做一個總結 司法要受人民信賴 我想人跟制度要雙掌齊下 司法政策固然不可或缺 最重要是需要法官都要盡全力 而且平等的對待 站在我們面前的當事人 所以司法人的良知跟托福 最是關鍵 不管是大法官或者是擔任檢察官的法律人 尤其我個人都應該要有同樣的責任和使命感 這個也是司法改革的重點 身為司法界的一份族 對於我們司法人所造成的過犯 例如冤獄違法裁判等 當下司法體制內部 沒有辦法給予受害者救濟 或者司法體制無法自我還寫 自我糾正改靜錯誤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時候應該由冤錯案的最終裁決者 就是總統的特色權 即時地去除司法惡害 修復受害者的司法人權 並且可以惡毒未來護法事件的再度發生 以上簡單的報告 謝謝各位的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